现在还是小心眼吗 小心眼 就是同学出去就是聚会了 男同学多一点了 男同学多一点的话 情况不太要去的 现在还是这样 还是这样 我说你要去了可以我支持你 但是我同学聚会的时候 你都拦着我 我说我的聚会可多呀 我小学同学 我同学同学 他就是威胁我 我的同学这么多 经常聚会的 你要去的话 你就不能拦着我了 这样他才不去的呀 不是那您去聚会啊 同学聚会这个事 我也非常不看好 不是您好把同学聚会 说成了一位 就是啊 怎么了这同学聚会 不不不不 这个东西吧 怎么说呢 必大于利 您说啊 您没参加过同学聚会 对我没去过 就说那里有问题 您都没去过 怎么这样呢 发生了什么 你不知道有一句话吗 我替大哥说啊 同学会同学会 拆散一队 帅一队 我听明白了 就是他阻止您 去参加同学会 因为他不看好这个事物 是吧 他觉得这个事物 是有问题的 吃醋吃一阵子可以 不能吃一辈子 你累不累啊 我不累 我主要是 我主要是体现我的爱嘛 但是我觉得 有一个问题啊 就是这也相处 你们结婚多少年了 三十多年了 三十多年 三十七年 他是个什么人 你还不知道吗 这点信任还没有吗 不是没有信任 我得就是 一个是爱护 一个是关心 可能是关心的多一点了 就是他就感觉不太舒服 您过去从事 什么职业的两位 八三年我俩前行 留纸 自己开 自己做生意了 做什么生意啊 开饭店 饭店 没说开饭店的 我们那个 我同学朋友 去饭店吃饭 哎呀 我就送东西啥的 免单啊 这都给他都不高兴 咱们饭店 是不是也得赚钱吧 那你说你今天朋友来 明天同学来 一回不两回就行 来得太长 太经常了 你这是个免单 明天送酒的 那咱还赚不赚钱 你说是不是 是是是 完了他就不愿意 同学朋友来 是来给咱捧场的 是不是啊 你说你好意思收一钱呢 那不就是挣朋友 和同学 我说两句 他说朋友呢 就说直播这个时候 他那好朋友 他就跟你说 直播这么好 直播那么好 完了呢 别人设备不全 他帮我买 送什么生卡呀 什么什么灯啊 什么价 就那个档次差不多了 那就得五六百 那一送 送好一个人 陪着大家一起玩 那可是我的好朋友 那直播 你挣钱 我来说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种形式代表特别棒 她说那种直播 你说直播一 那我不会 那我能播那个吗 对 今天是一个相爱夫妻之间 因为直播直播而产生的冲突 想解决这个矛盾 对 今天你们能不能放飞大姐的梦想 我来 我来 等一下 咋的了 一起进入秋比特文娟 来吧 大哥 我觉得你是对的 一个女同志 抛头露面 还直播 还跳舞 还接受别人的礼物 太不像了 不成体统 你是怕大姐挑战你的江湖地位吗 没有 你听我说完啊 我觉得大姐这样不合适 而且她在这个直播间里 她叫房间是吧 听着这个词就 不舒服心里 我特别理解你 你被关在门外 别人在那屋里刷礼物 这肯定不行 我建议换一下 大姐 你不许直播了以后 你听到了吗 你不能直播 你这样影响她 她情绪不好 你把房间门打开 你走出去 广场舞上 一片沸腾的海洋 哎呀多少帅气的老先生 跳得可好了 你跟他们跳一段 这先生够疯了 你们怎么能把好好的直播呀 广场舞给你一说就说得不对了呢 我没说不对 我就是特好奇 我觉得这直播有什么关系呀 是不是 大姐这粉丝有多少 我没播多长时间 大概其多少 将近五千多 厉不厉害 五千多 没播几次就五千多了 挺好的了 对 就厉害了 你没跟他们线下交流 没有 线下没有任何事交流 就是有留言的 我都从来不回 您是不是害怕的 从线上到了线下呀 对 所以大姐你知道大哥怕什么吗 大哥是因为不懂 所以害怕 而且她还怕你火 你这个火的速度会很快的 因为没播几次就五千了 太厉害了 所以呢就是 老公不同意啊 她怕跟你拉开距离 然后呢你那个世界 你的兴趣 她参与不进去 她就慌了